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写了一个故事叫做夜宫浩龙 夜宫浩龙在今天呢其实已经是一个成语了 那当然这里边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就是这个对吧 一臭万年的这个夜宫到底是谁 实际上呢如果准确的来讲啊 我们不应该叫他叫夜宫 而应该叫他叫社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人根本就不姓夜啊 呃他的名字在历史上也留下来了 叫沈朱良 就是这么一个人叫沈朱良 那为什么这三个字跟这个夜都没有任何关系 会后来被叫做夜宫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社地 他是社地的这个地方官 因为是社地的地方官 所以后来大家都称呼他为社宫 但是又在这个成语流传的过程中啊 后来大家对社这个读音啊 慢慢慢慢的就给呃比较的陌生 比较的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后来流传到今天叫夜宫好龙了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就统一叫他叫夜宫好了啊 那这个夜宫呢 有一个爱好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 对吧 那这个夜宫爱好什么呢 爱好龙 我们知道龙是很威武的 但是也没有人见过龙啊 他可能是一个玄幻的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 他的主要的内容 第一句 夜宫子高好龙啊 这个子高 就是这个夜宫的这个字啊 叫子高 说他非常的爱好龙 勾已写龙 早已写龙 乌式雕文已写龙 这里面呢 这个勾啊 其实就是他的衣勾 也就是说他的衣服上 你要注意这是什么 这叫穿 我们经常讲一个人 怎么去看这个人的喜好啊 往往看他在这个衣食住行上的表现 对不对 那这个夜宫怎么样呢 首先穿着 穿上面画的都是龙 穿的东西上面 比如这个衣服 一带勾上啊 那这个凿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这个酒杯啊 就这个是吃的 对不对 跟吃喝相关的 吃的东西上 那个碗上 那个杯上 画的也全是龙 那接下来这个 大家就更清楚了 这个是住的啊 住的房间 这个柱子上 墙壁上 也全是龙 这个人就生活在龙中间 已经爱龙爱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地步啊 那当然大家读到这里也知道 我们怎么去表现一个人 特别喜欢龙呢 你光说啊他特别喜欢龙 这样一个龙统的概念 是不够的 在文学家那里呢 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给表现出来 你看这其实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会写文章的人和不会写文章的人的区别 不会写文章的人只会说 只会直接说一个概念 说一个结论 比如说我妈妈特别爱我 我特别帅 这些都叫概念 都叫结论 那会写文章的人其实是要表现出来的 就是请问你妈妈爱你表现在哪些地方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特别帅 表现在哪里 对吧 你是出门的时候大家会尖叫吗 还是出门的时候有人会晕倒 还是大家看到你之后 这个眼睛就不知道我别的地方看了 觉得哎呀 然后开始流口水 这些都叫表现 会写文章的人一定是要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 你看这个刘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要表现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只有这一句话 叫夜公子高 好龙 但是后边这句是什么呢 后边这句是他把这个东西给表现出来 怎么表现一个人喜欢龙 其实你会发现最后的所有表现都是在细节上 对不对 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上 比方说穿的 上面全画了龙 吃的 当然你这个吃个面包啊吃个肉啊 你上面不可能掉上龙 他真的是你用的这个用具餐具 对吧 有筷子上画着龙 有龙的筷子才用 然后这个碗上画着龙 杯上画着龙 住的地方墙上是龙 柱子上是龙 到处都是龙 好 那这就是他的第一句 这个夜公成为了这个龙的超级粉丝 如果龙开直播 夜公永远是榜一大哥 对不对 这个感觉 于是天龙闻而下之 于是上天说真是有龙 龙听说了这件事情了 这个主播就想跟榜一大哥见面了 这个闻而下之 这个下就是要从天上下来 要来见这个夜公 结果呢 这一见面坏了 说亏投于有 意味于堂 这个亏就是偷偷的看的意思 亏这个字呢 一般有两个 在古代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表示偷偷的看 还有一个意思呢 表示从房里看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他的头啊 就从这个窗户这里 转过来了 就是当他下来的时候 他来到了这个夜公的房子 估计看到这个房子 这个龙当时还挺开心的 因为房子里画的都是自己 对不对 画的都是龙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头啊 从这个窗户这里伸进去 当然龙是很长的嘛 他身体像蛇一样 比蛇要粗壮的多 所以他的尾巴呢 也进去了啊 这个意就是在那拖着 拖着这个尾巴 在这个堂 堂就是这个屋子的 这个正堂 总之这句描写的是什么 描写的是龙来了 对吗 描写的是龙来了 而且这个龙来不是远远的来 而是直接来到了夜公的面前 你看后边这一句 仍然是表现了 这个龙来的这么近 你到底进成个什么样 其实就是后面这个句子 对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写文章 其实很简单 第一是你要先想清楚 你想说什么 比如说 我们看这里面 这么长的一段句子啊 他其实就说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夜公好龙 喜欢龙 第二个叫龙知道了 来到了他面前 是不是其实就这么两个句子 这两个句子 如果让我们同学去写 大家都会写 但是大家可能写不好的是什么呢 写不好的是 夜公好龙 爱龙 爱到什么地步 请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龙来到了夜公的面前 是个什么样子 请把它描写出来 所以如果你想把你的文章写好的话 不要只是说事 说他喜欢龙 龙来找他 对吧 我们有人为什么写文章向流水障啊 原因就是只会说事 里边没有这些描写 没有这些表现 那我们就看这个小故事里边是怎么去表现的 他就去写到这个龙来到面前 然后写这个龙其实有点吓人 对吧 尾巴拖在堂屋上 然后这个头呢还在窗户这里 结果夜公见之 弃而旋走 夜公看到龙了 这个榜一大哥见到了主播 是吧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叫弃而旋走 这个弃就是把龙丢在那里 根本连个招呼都没打 而且叫旋走 这个字不念还 念旋 你们将来还会学到一篇文章叫 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见蔡桓公当中 也有这个字 说扁鹊最后一次见到蔡桓公的时候 就是旋走 一句话不说 扭头就跑 这个旋指的就是旋转的旋 就是把这个脚啊 把这个脚后跟这么一转 这个走呢 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走路 在文言文里面呢 这个走就是跑的意思 所以什么叫做弃而旋走 是一看见他之后 吓得扭头就跑 这就叫弃而旋走 而且尸体魂魄 五色五主 吓得是尸魂落魄 整个人魂都被吓丢了 这是在这个叶公真正的 见到了龙的时候的表现 那如果 你看我们这个句子 如果要总结一下 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他想表达什么呢 他想告诉你 当叶公见到龙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害怕 这就是这个句子 真正要说的内容 但是他仍然是把这个害怕 给表现出来的 请问害怕成什么样子呀 比如说害怕成扭头就跑 害怕的吃魂落魄 害怕的五色五主 对吧 就是整个人脸色都已经完全苍白了 是叶公非好龙也 好服似龙而非龙者也 最后这一句就不再是这个故事了 而是对这个故事做出的一个评价 也就是说其实前面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 我们先不说这个评价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前面讲的这个故事 他讲了个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今天用最不会写文章的人的语言来说 就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 叶公特别喜欢龙 对吧 到处都是龙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叫做 龙知道了很感动 亲自来找他 第三句话叫 叶公见到真的龙之后 吓得扭头就跑 十分害怕 对吧 其实就讲了这么三件事 叫好龙 见龙 叛龙 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就这么三个不同的步骤 好龙 见龙 叛龙 那 这个为什么能写这么长呢 刚才讲了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请把它的细节加上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记住 如果要把文章写得好 一定要有细节 你说我喜欢这个 喜欢成什么样 用细节告诉我 我见到龙了 龙什么样子 用细节告诉我 我很害怕 害怕成什么样子 用细节告诉我 你看 我们哪怕是读一个小小的古代预言故事 其实依然能够学到 非常多的写作方面的技巧 当然 除了写作之外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 这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预言有理 也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背后其实是有很多人生的道理的 做人的道理 甚至是你生活学习等等等等 各方各面的道理 那夜空画龙到底 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为什么这个明明那么喜欢龙的人 当见到真的龙的时候 怕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有人说 他喜欢的是那个图上的龙 对吧 不是现实中的龙 那现实中的龙 跟图上的龙到底有什么区别 现实中的龙可能更大一些 对不对 更真实一些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文章作者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是夜空非好龙也 他说实际上呢 这件事告诉我们 夜空喜欢的不是龙 而是什么呢 好福 而是喜欢那些 喜欢那些四龙而飞龙的东西 什么叫四龙而飞龙的 就比如说你说 哎呀 我喜欢足球 但是可能你只是喜欢看一个激烈的足球比赛 你不见得真的喜欢足球这项运动 对不对 你看到的 你喜欢的是那个 你看到的 你觉得比较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两方面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或者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好的 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 其实不管你的理想是什么 不管你喜欢什么 你都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 任何的东西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那么简单 那么美好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理想化的 他在想象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觉得那东西很完美 很理想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只要那个有就行 我就觉得完美了 我就幸福了 但事实上那只是你想象的完美 不是真正的完美 我们在实现任何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会有困难 而且哪怕你真的达到了那个理想 达到那个目标 你会发现好像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完美 对吧 这其实就是夜宫浩龙背后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 前些天呢 我还曾经带着一部分年级更高一些的同学去读一篇散文 这篇散文是石铁生写的 就是一个中国当代的作家石铁生 石铁生写的这个文章呢 叫我的梦想 是吧 这个我的梦想这个文章里面呢 石铁生就讲 他说我是一个足球迷 但是其实石铁生是一个双腿瘫痪的人 因为他自己这个年轻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最后双腿瘫痪了 但是在瘫痪之前 他最喜欢的是田径 踢足球 最后才是写作 最后瘫痪之后没办法了 成为了一个作家 他说我其实是一个超级足球迷 也是一个超级田径迷 他说我曾经这个最崇拜的人是谁呢 是一个田径健将 叫刘逸思 是一个世界冠军 跑得也快 跳得也远 他说我啊 如果让我做一个梦 让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有下一辈子 我就特别想成为这个刘逸思 你只要给我一个刘逸思这样的身体 对吧 特别的健康健壮 谁都没有我跑得快 我随便一跑就进十米大关 谁都没有我跳得远 我随便一跳就八米多 他说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刘逸思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是后来 他说有一次比赛 刘逸思输了 被别人打败了 他仍然是发挥的 在他的这个生涯 职业生涯当中是最好的 但是有人超过了他 在那一刻 尸铁生突然觉得好难过 为什么好难过呢 说我以为成为了他之后就完美了 没想到他也会失败 所以最后世界上就得到了一个教训 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你幸福不幸福 往往不取决于 你想说我一定要到那个完美的样子 而取决于你是不是在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真正的能够接受一些自己的缺点 并且能够在自己目前的情况下不断的进步 所以其实夜宫浩龙这个故事读完之后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夜宫以为他理想中的龙应该是完美的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东西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你总觉得我现在不满意 不够开心 是因为还不完美 我要是能怎么怎么着 这个东西就完美了 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幸福 所以夜宫浩龙也告诉我们 其实哪怕是像龙这样的 你远观的时候觉得好完美 我无比的喜欢他 但是当他走近的时候 对吧 依然你会发现 他可能哪个地方不太行 哪个地方很吓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夜宫浩龙也告诉我们 真正的喜欢是包容他的一切 而不仅仅是在想象中喜欢他 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真实的故事 那就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 一个很出名的诗人叫徐志摩 徐志摩当年写过一首诗叫《在别康乔》 写《在别康乔》的时候 她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 她喜欢谁呢 她喜欢当时的一个大才女叫林徽因 叫林徽因 但是呢 林徽因跟徐志摩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就拒绝了徐志摩 她说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徐志摩就很痛苦 徐志摩说我这么爱你 我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说我们两个不合适呢 然后林徽因就说 你喜欢的是你想象中的林徽因 因为你现在跟我还没有那么熟 你看到的是我最好的一面 你看到的是远远的看我 你觉得我知书达理 你觉得我这个性格温柔 你觉得我特别有魅力 但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因为徐志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他是一个极度的浪漫主义的人 他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以我对你的了解 我们两个人开始柴米油盐酱素茶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开始琐碎的家庭生活的时候 你到时候一定会 你心中的这个理想会崩溃的 所以其实林徽因就跟徐志摩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你对我的喜欢只是夜宫好龙 不是真正的喜欢 所以如果喜欢一个人 其实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就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东西不会是完美的 包括我们在今天很多同学说 我有我的偶像 我是谁谁谁的粉丝 那你也一定要知道 你的偶像一定不是完美的 虽然你看到的可能是完美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意识的话 当某一天你这个偶像有一点点的让你觉得 或者有一点点的这个负面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你就崩溃了 甚至有时候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不要 你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那个人 所以你看夜宫好龙这个小小的故事 其实在现实当中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个小故事 叫做夜宫好龙